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不是只有通气这个内坦亚胡 他是哈马斯还有包括了这个哈马斯的三位高层官员 然后以及呢这个以色列的总理内坦亚胡 以及他的国防部长加兰特 所以一共是五位 那么可是这一次的这个通气之所以呢 跟过去很不太寻常的地方是 从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以来 他主要针对的其实都是西方认为的非民主国家 可是这一次呢他通气了以色列 是美国认为的符合西方标准的民主国家 所以虽然他看起来是以色列跟哈马斯都采取了行动 可是在以色列这个部分 哇美国真的是跳脚跳得很高啊 我们后续还要在观察美国可能采取的行动 因为拜登不但说不能接受 而且拜登已经预告了将会采取行动 而美国的国会呢其实已经表明了 他们要提出决议来 然后制裁这一次呢 国际刑事法院的最高检察官卡林汉 那么布林肯呢则是在听证会当中表态 再说他们会配合国会所做的决议 所以未来美国是真的有可能会制裁这一位卡林汉 他是英国人哦 他是英国的律师哦 他是英国籍当然是黎巴嫩裔 那他的父亲呢是出生于巴基斯坦 可是他是英国人哦 所以我们来观察这一次国际刑事法院 ICC通气内坦雅湖的后续发展 我们我们当关注的重点是说 ICC的通气会发生什么效果 虽然每次ICC呢 尤其最近ICC过去 或凤金刚讲的一个一个一个重点 ICC过去他不是完全没有没有作用啊 曾经呢被他通气的 有的在逃 有的在审 也有去坐牢的 那我记得有一两个已经坐牢都关出来了 嗯OK所以他通常是因为他们内战之后 然后把这个人就送到了国际刑事法院 就说面对着这些所谓的拉美国国家了 左线主要是非非洲国家了 对这些呢非洲国家来讲 ICC有大国撑腰的时候 还是有一点点作用的 面对这这些的国家 可是就是因为他确实对于这些呢 因为他ICC成立呢 他有几个宗旨 他的核心的关切呢就在于几个重要的 重要的万国公罪的罪名上面我我我简单的念一下 种族灭绝是他最核心的主题 在他的条文里面他的第第六条 他的第六他他除了前面的条文里面说呢 他ICC成立的宗旨他主要的就是说呢 关注的领域是哪一些 他的接下去的条文呢就是明确的定义 这些的罪名他是怎么定义的像他的种族灭绝在他的第六条的条文里面的 界定种族灭绝后面的危害人类罪第七条在定义什么叫做危害人类人类罪他有了十六十六项那第八条在定义战争罪什么叫做战争罪战争怎么打战争的行为当当中来讲有哪一些是犯罪的并不是两国宣战之后怎么打呢都都可以尤其呢是对于战争当中的不人道对于平民对于呢就说呢没有没有战力的非军事人员的伤害你看他六七八条他在定义的军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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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 所以呢这这几个非常的关键的罪名第八条当中呢他还有一个有有一个有个副副副副条文什么叫做侵略所以呢他其实对于然后最后呢还有一条他在第七十条还特别强调了就违反ICC的一些的一些的就是呢相相关的法律的执就是执行危害司法危害国际司法的罪行ICC本身我们在过去有稍微谈到过因为在一九九八年的罗马 规约一九九八年的罗马规约其实经过反复的讨论的因为许多的国家都担心比如说如果如果国内有分裂势力的或者他所处的地缘当中的有一个明确的就不友善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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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邻居的两国的过去曾经交战的现在仍然是呢有高度的军事紧张这些国家大部分对罗马规约都会有一些的忌惮都觉得那用用在我身上说怎么办所以大部分的这些国家你会发现 排斥罗马规约你现在看到的这张图这张图呢你在网络上面可以可以抓得到不同的颜色的代表了他对于呢罗马规约以及之后的国际刑事法院ICC成立之后态度只要是红色的部分红色的部分表示他既没有签署罗马规约规约他也没有的也没有的承认的ICC也没有参加国际刑事法院没有参加国际刑事法院就说他不会派法官 就不会去呢禁逐就是里面的这些法官的席位他也不会接接受呢ICC对他的各种的司法的指指点点点点然后绿色啊这个灰灰色的土黄色的部分包括美国包括俄罗斯包括像是像像是这个其他的几个几个几个小小小国家这些的国家就是他当初有签罗马规约 有签罗马规约但是他又退出了就退出了之后就是反正你就当当作没这回事这里面还包括了以色列所以他这次对以色列制裁呢以色列大可以说我又我又没承认你你制裁我是没有用的美国不用讲美国因为罗罗马 ICC呢成为呢国际关注的焦点不是他之前办这些的非洲的这些的国家的战争罪啦就是说呢为就是说呢反反人类罪这些呢大家讨论起来都觉得应该的你去 就应该这样办可是当ICC呢开始在二零零二年之后开始在追究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罪行的时候美国就翻脸了美国说你凭什么嗯你敢去去去追究呢我美国大兵的就战争罪罪行那我就办你因此呢他在恐吓ICC所以在之后呢ICC大家就会还开始说那你诶ICC的调查当时真的把就是美军在阿富汗所做的作为本来是他调查重点他就整个 转移去调查塔利班是啊就是他的基本上面的美国这种恐吓呢当然是有是有效的是有效的是有效的好那我们看所以他们没有那么高的正义感对对所以这次才会特别突出你你你知道ICC他在成立之后最为人诟病的呢两个第一个就说你只敢办小国你不敢办办办大国 那毕竟今天的国际上面的犯罪牵涉到大国的时候呢只要大国一凶就像你碰到大大狗你就会怕碰到小小狗你就踹他你在路路上走呢如果小小狗对你叫你会怕不会吓他踢他一脚可是呢如果是大狗冲过来的时候你当你当人跑就很紧张ICC让他觉得你就是前聚后宫设立内人好那ICC第二个被批评的就是就是你太欧洲了 你有你有非常强烈的欧洲中中心主义他叫做罗马规约同时我们知道欧盟总共多少成员过欧盟27个27个里面25个都都都都在都都在这个合约里面他是全球五大州里面啊就是认可罗马规约跟认可的ICC比例最高的他充满欧洲价值好吧那充满欧洲欧洲价值那问题来了这次ICC呢在在针对以色列针对哈马斯 我们就谈这这这件事他针对以色列看他之前你看ICC呢在通气普丁的时候欧洲国家一片叫好啊美国也叫美国也叫美国当然了他犯了战战争罪你当然应该可是呢通气美国不可以在当时你还记得甚至于到了二零一九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川普呢在位置上面的时候John BoltonJohn Bolton的是警告你敢你敢你敢的通气我我我我美国人通气我美国人通气我美国人 美国大兵你进来了之后呢我的当场就把呆的呆起来所以呢ICC的法官检察官都不敢进美国好所以呢美国呢对IC态度是这样但当他呢开始在呢在制裁普丁的时候大家都叫好觉得ICC呢发挥作作用了可是他这一次呢对于以色列跟哈马斯学问来了以色列虽然不是成员国可是第一个欧洲国国家里面除了美美国你怎么可以呢制制裁 在以色列以色列呢当然也不高兴因为以色列呢最最近的本来就很吃鳖除了联合国的投投票他灰头土脸国际舆论呢跟他背道而驰他跟美国呢除了呢是基本上面呢是往是我我看讲末末路狂狂狂话两个人呢在在在做亡命之徒他除了联合国的投票之外你看到的前两天的时间欧洲的几个国国家挪威西班牙 爱尔兰这都还是欧洲国家里面有急速的国国家啊我即使不说他是一级大大国至少是中等国起码是二级国家没错没错这三个二级国国家呢都都都都承认了巴勒斯坦所以呢 以色列呢就把剩下的有有的大使两个国家呢都召回他跟欧洲国家现在关系呢正在紧张这个时候呢通气以色列的纳唐亚胡跟哈马斯老实讲哈马斯 我你不通气我我都我我我搞不好隔下下个月呢我就被呢被被对啊就被以色列哎呀哎呀哎呀我还在乎吗我见哈马斯我怕这我就是希望国际社会正式加萨巴勒斯坦你通气我没没关系 可是当我把跟人啊跟纳唐亚胡摆在一起的时候他在国际政治表达上面就意义就不一样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这一位呢宣布说他已经申请逮捕哦 他里面其实有很多蹊跷我们先看一下卡林汉这一个人哦卡林汉其实是英国人他是英国的律师他是英国的国际法的律师当然他的而且他有一位兄弟曾经担任过英国国会议员嗯所以就知道说他的家族背景其实是蛮亮丽的嗯不过他不是就是纯的安格尔萨克逊人嗯那么他有黎巴嫩义 所以他的父亲呢是出生于巴基斯坦的黎巴嫩人然后到了英国好那当然他母亲呢是在英国的注册的护士好所以他呢是英国人但是他是黎巴嫩义嗯而且他是一位穆斯林他确实是一位穆斯林那么他担任这一些国际刑事法院啊或者国际上面的一些特别法庭啊嗯然后不管是担任律师或者是检察官 甚至于担任法院的法官他已经非常多年的历史嗯好所以他是当整个英国来说就国际法庭上面来说非常之深的一位律师啊嗯检察官好他这一次有一点很特别的是他已经申请逮捕嗯他自己接受媒体的时候他这样宣布的嗯他没有等国际法院就是逮捕令下来哦他已经申请可是法院的逮捕令下来了没有嗯 还没有他就立刻公开嗯我觉得他是要故意造成一个既定事实嗯让国际法院没有犹豫的空间嗯你就知道他做这件事情他知道压力是非常大的嗯而且他在公开这件事情的时候还特别的提了两位全球的国际法的权威说他请教过他们然后确定呢内坦雅胡跟他的国防部长加兰特呢是确实受到确实是有造成灭绝嗯 故意造成饥饿然后作为战争手段还有阻挡人到救援物资嗯等等等等他列举的出来的这个事项我们其实非常的熟悉嗯可是敢列举出来本身其实压力应该很大他当初要竞选这一个国际刑事法院的首席检察官的时候欧洲支持他嗯那英国当然不用讲因为他是英国的英国的律师出身的嘛那欧洲全体支持他 那至于在美国的部分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但是很多的成员国说美国支持他嗯所以呢卡林汉后来呢其实是很顺利的能够当选这个首席检察官嗯因此他是在美欧支持的情况之下能够当选那个国际刑事法院的首席检察官嗯好他这个宣布完了之后我觉得先看欧洲的反应欧洲呢 英国是表示了遗憾我觉得英国现在不知所措嗯因为英国你说支持吗可是他会对不起以色列嗯对不起美国老大哥对你说不支持吗哎这首席检察官是我自己人呢嗯所以英国说遗憾嗯那德国跟意大利说不能接受法国跳出来嗯说这个判这而说这个逮捕令申请的太好了嗯就应该做这件事情嗯所以法国全 全面的支持啊然后他这一个申请逮捕令的消息传出来了之后西班牙爱尔兰嗯挪威他们照既定计划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嗯所以我们已经可以说光是这个ICC的申请通气的逮捕令已经造成欧洲分裂了我们在看刚那那张图这张图呢你会你看到那张图里面的绿色的部分啊这张图绿色的部分 都都是不只是罗罗马规约那也签签签签署了就是说呢ICC的参与就确认所以呢ICC的会员国有123个你看到欧洲几乎全部几乎全全部然后拉丁美洲几乎全部都是是的然后呢加拿大也是加拿大澳洲也是非洲有非常多国家有参与你讲到中的重点就是美国的美国的G7国家除了美国以外全部是 啊对包括日本包括韩国英法德加拿大全部是对在这种的情况下面呢在通气加拿大你你知道ICC的通过ICC的ICC然后罗马罗马规约罗马罗马规约呢依据呢日内瓦的日内这个就维也纳的条约法的这个公约就是当你成为呢某个某个公约的签约国的会员国的时候你必须要受到这个公约的相关的条文的约 数当我在通气你为什么普丁的从从去年之后他在国际的活动空间就非常的限线缩他连金砖国家峰会都不去不管是你南非办的他都不去南非是啊对他就是大家尴尬嘛虽然南非算巴西曾经讲说你来你来你来我我我我我一定让你让你来 巴西这样讲南非不敢这样讲对但是到最后终究是没有你就知道他连对于对普丁来讲都会有很大的那种的经精神压力让他能受到呢这个这个123个会员国的ICC的约束说不怕是一回事情说我没有参与是一回事可是他的国际活动很清楚除了他的邻国他敢去白俄罗斯他敢去二属中亚他敢的去去中国因为这都在他的邻国 可是如果要经过一些的绿色区块的时候呢他就不能去了那同样的情况那那堂亚胡会不会那那堂亚胡的问问题就就就就来了他敢去哪里呃譬如你刚讲去美国啊对好譬如你你刚你刚你你刚讲法国对不对法法法不能去了热烈叫好那法国家7月就搬奥运了嗯去搬奥运当那堂亚胡不一定参加奥运了可是这表示呢当他到一些的这这些的欧 欧洲国国家的时候他都开始犹豫因为这些国家不管对于这一次的通气的看法如何这些国家即使是德德国那堂亚胡今天说我要去去德国德国到犹豫那个犹豫呢跟巴西呢跟南非的犹豫是一样的嗯我是签约国虽然我们的关系不错可是当我是签约国的时候我必须要呢有服从条约的义务所以你来的时候我可能第一个我要不然就请你不要来要不然就你来的时候我可能还非得要做点什么 纳唐亚胡家就可能寸步难行那再加上就说他把他跟哈马斯的一起通气当然那种的两国方案的味道呢就很清楚就是ICC本身呢把巴勒斯坦哈马斯跟以色列是并列的现在的美国呢虽然虽然呢那纳唐亚胡大声的叫说你怎么可以把我们的IDF这个全IDF就是就是就是呢以色列的国防军就是你怎么可以把IDF呢当的这个全世界最道德的 军就军队列为呢通气的对象说他们种族灭绝呢美国也说你怎么会说以色列种族灭绝以色列没有种族灭绝 美国基本上就把自己呢当当作判官要说以色列没有种族灭绝德国的反应我能理解啦英国的尴尬呢我也能能理解可是法国包括呢其他的欧洲国家显然就是觉得嗯这个判判决是OK的就这个起诉呢是OK的所以对于呢纳唐亚胡来讲他会形成非常大的 精神压力简单讲今天以色列呢在加萨呢在拉法在在所有的巴勒斯坦问题当中的处理连国际的法理的基础呢都都没有了那就看美国怎么去收拾这个烂摊子好我们就来看美国这件事情我刚刚提到说美国国会其实是跳脚的立刻说他要制裁这一位首席检察官是好他去制裁这一位英国的律师嗯那么但这不是国会的闹剧哦 因为呢布林肯他在国会里头听证会的时候说我们愿意跟国会充分的配合在这件事情上面采取措施拜登第一时间说不能接受之后呢也表达了他要考虑要制裁这一位这个这个首席检察官嗯所以其实你就知道说卡林汉他为什么我认为他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因为他应该事先有预料到美国会制裁他嗯那一个英国人他被美国制裁那个情况下场是很严重的啊嗯可是问题是如果美国对于国际刑事法院的首席检察官提出制裁的话那你可以想象那南方国家会如何表态嗯而这些美国现在在抗议以色列种族灭绝的学生又会如何的表态嗯这对拜登的选情 又会如何的雪上加霜所以我认为拜登现在惨不忍睹嗯因为最新的资料是拜登四月份的募款金额已经远远落后于川普是川普的募款金额第一次超越了嗯拜登不当然他在佛勒里里达的募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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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就可以跟他的这些附属机构啦这些政党的力量一起来募款拜登其实主要的募款来源是来自于跟民主党绑在一起的钱呢嗯不是单独募款是啊嗯那现在川普单独募款就超越了拜登了嗯对啦美国的美国的选举表面上看看选票实际上面看钞票是啊就是钞票就是有钱人这些呢这些呢好给人呢把把钞票投向神你会不会动摇你本来认为拜登不一定会输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募款金额高于川普 你现在会不会动摇情节情势是一直一直在演变眼眼前对拜登的是非常不利的嗯因为他真的内外交迫就是国内的问题呢很很复杂但最重要是呢国际的问题他他一直他一直希望呢在乌克兰呢能够维持一个强势的作为他一直希望呢能够呢在中东的促进和和平既能够满足以色列的期待同时又能够呢让这个人道人道主义呢不至于呢受到强烈的批评 同时又能够呢把沙特绑绑进来眼前看起来有很大的困难尤其在纳唐亚胡被通弃了之后纳唐亚胡通弃了之后我们除了看到美国的尴尬看到英国的干尴尬之外接下去有两个观察的重点 第一个就是当你美国呢对于以色列的表达是这样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主要的盟友基本上面呢都是呢都是ICC的成员成员没办法跟你站在一起没有办法跟你站在一起哦这些的成员换句话说纳唐亚胡被通弃了之后呢他连美国好朋友的家里面的都没办法去这些好朋友呢会怎么表态 第二个是当你被通弃的时候穆斯林国国家怎么表态 穆斯林国家呢如果说表态我相信穆斯林国家呢他也不会叫好因为因为他也通弃了哈马斯 可是呢这些穆斯林国家的表态呢就会产生一个牵制力就是眼前当纳唐亚胡被通弃的时候 你认为沙特还有可能NBS还有可能跟纳唐亚胡谈谈建交吗我觉得眼前不是太太敏感了吗所以这一次的ICC的这样一个通弃 这个通弃呢其实他是因为去年12月19日南非向国际法院提出针对以色列的诉讼 他是从这个诉讼来的 从这个说因为南非已经提提诉讼了所以ICC调查完了之后呢就通弃了可是通弃完了之后会破坏美国在中东的格局就是你要推沙特推一些国家呢去跟的去跟的以色列要和好拜托他今天是一个被通弃的国家我觉得这就变得更困难他是种族灭绝就灭绝罪啊你怎么可能跟他去去建交美国在中东呢他是有个愤怒的原因我认为是因为ICC的这个通弃 把以色列贬得更低了因此美国要去推动周围所有的国家跟以色列和解困难重重